1966年,他增补政治局候补委员,以将任省级委副主任,最终靠边站。 在新中国的开国上将里,有几位比较特殊,如宋任琼、颜洪彦等。 他们主要经历在地方,涉及军队工作不多,尤其是宋任琼。 自抗日战争后,宋任琼被派往济南开辟根据地,虽然担任军区司令员、政委, 可经历主要在地方,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,使得济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。 解放战争时,从冀中调任御婉苏工作,此外还兼任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。 只不过,不参与军队工作而已,主要工作依然是地方。 在渡江战役前,他还身兼安徽省委书记,渡江战役后,出任南京市副书记等职。 他虽然经历在地方,可挂职却是大战略区副职,但从职务上讲,比陈庚还高。 当二爷挺进大西南,解放云南时,他调任四兵团政委。 此后,宋任琼成为云南首任书记。 1952年,西南局调整领导班子,调任宋任琼为第一副书记,协助邓小平工作。 1954年,他调任中央副秘书长、中组部副部长、总干部副部长。 此时,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、中组部长,按说他要继续协助邓工作。 可是罗荣桓点将,他到总干部部主持日常工作,担任第一副部长。 宋任琼在军队工作两年多,就自告费用离开,到二级部负责原子事业。 1960年,六大中央局恢复,被调任东北局书记,成为封江大力。 他在党内的级别也不断提升,从七届中央候补委员,到1958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。 随着职务的提升,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,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。 此时的政治环境复杂,因为大运动使得他们受到冲击,境遇越来越差。 不过,他曾经在回忆录说,自己支持一派,压一派,犯了路线错误。 或因这样,对他的冲击越来越大。 1967年,已经不能再工作了,写不少检讨。 上级考虑到他当时的处境,不适合在一把手领导位置上,准备拟降至辽宁省级委会副主任。 可命令还没正式下达,形势再次发生改变,最终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。 此后的十年里,长期处于闲置状态,直到1977年才算回复工作。